其實邱鵯迅的時候 他叫我轉的時候就有慢慢去 教是有教 但是是以了解 先每個人的個性 每個人的想法 然後今年開始在慢慢的 把我想的 我的觀念 我的想法 一個一個慢慢給他們 這樣 這是我的想法 不見得會成功 每天就排練習的一些行程而已 就是你每天來都要做的事情嗎 要想一下今天 今天要 大概流程 教練也是提早來 但是不用那麼早 他提早來的是準備說今天如果是練習的時候 我是要往哪個方向去練習 要去想一下我今天有多少的人 現在在二軍有多少人 還有哪些人是明天要比賽 或是哪些人是受傷的或是調整的 要去思考他們每個人的方向不一樣 有些人你會看到他成長很快 有些人會看到他成長有點慢 或是停滯的 會 我會認為我有點是不安的 因為他一直停滯在那裡 我會一直沒有辦法突破他是我的問題 對 三個有點慢了喔 刮布 刮布 來 其實我從我退下來到現在 很多體能啊 投球啊 街球啊 都各方面我其實都會跟他們一起參與 因為我才會知道他們 他們做到什麼程度會疲勞了 或者做到哪 我訓練到哪一個開的一些過程 他們到哪一個階段就開始產生疲勞 我大概會知道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感受嘛 我大概會知道 就可以去拿捏我給他們的份量 要多還是少 當他注意內角的時候 外角 稍微看一下 投手優點 是什麼 啊不是說一直來 可以變位置 最大不一樣應該是 責任啊 因為看 選手是我隊友自己負責就好 當然像我現在當教練 我看的是 像我們現在本土投手 一二軍加起來二十幾個本土投手嘛 因為我看的不是說 哪一個投手可以 可以成功 哪一個是 現在在我手上的十二個投手裡面 如何十二個都可以 慢慢的一個一個出頭嘛 所以你不可以全部 就只有在一個人身上花時間了 你花的時間是十二個人的時間 那不見得你花那麼多時間 他們可以接收到你的訊息 有些人 大家認為說 這些投手 有的人說 快淘汰了 或者是不是要淘汰了 我認為說不是要淘汰 或是快淘汰 但是 是我如何讓你 如何再回到有戰力的一個環節 快不快淘汰 不是我可以去決定 誰都不能去決定 那是公司決定的 但是 現在他在我的 旗下的選手 我如何讓他 可以 還有競爭力 還有 對公司還有戰力 提升他的戰力 可以 不可不可以 這個選手 讓他找到 武艙